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场由交通部长陆兆福安排的捞声仪式上 参与的内阁成员包括副首相纳杜斯里法迪拉 房地部长尼科敏等人 陆兆福表明内阁希望借此将佳节祝福送给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